各位可以看 为什么侯友宜去南高 他的原因就是在于说 我只要职工你的本命区 你本命区不守 那你其他区域的话 一定会影响到整个选局的发展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现在大选进入到倒数阶段 在倒数阶段还离大选投票日 还有28天 在这28天我们就陆续发现 蓝绿白三者之间的 本命区的票员铁票区 都有所深度松动 我们现在来看 年赖金德四天半的省意 都在双北地区 那换句话说 他在双北地区就是进行罚装 那其次 我们再来看侯友宜赵少康 赵少康长期固守北部 侯友宜是主打南部 他主打南部 他一直在南高区域 南高平就是南高区域里面 游转 游转 我们再来看 柯文哲虽然什么行程都没安排 但是他也会到中章头 中章两个地区 我们现在来看 双北向来是国民党的铁票区 然后南高是民进党的铁票区 那中章对柯文哲来讲 他是他白银最为活跃的区域 算是他的铁票区 那现在这一些人 尤其是赖清德 他的本命区已经发生危机的时候 如果赖清德知道这个危机 他扑灭不了的话 他要另辟战场 另辟战场 他选择的是双北 就是新北跟台北 台北新北都是铁票区 况且今年的选举有点奇怪 就是说大环境对 对民进党非常不利 大环境除了不利以外 你更重要的就是说 国民党的攻城掠地 跟过去不太一样 国民党现在的攻城掠地 我已经讲过 他有点像民进党的打法 就是针对他的道德性的问题 除了道德性的问题 还有引导议题的能力 国民党在这两个区域 比民进党还要强 各位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他们用空战 加上陆战动员的方式 来针对民进党 就是他完全就用 过去民进党的战法 这个是让民进党 倍感吃力的地方 所以在双北地区 那赖清德就是不断的 不断的为党籍候选人 站台 这个是赖清德在双北 我们看侯友宜 他本身他是嘉义人 但是他进军的范围 都是南高 过去侯友宜很难进入南高 没有受到多大的欢迎 各位仔细去看 他进入南高永远都是一个人 那旁边几乎没有人陪同他 可是现在他把热度炒热了以后 各位仔细去看 他的第一场造势晚会 为什么要选在台南 原因就是说我要把这个气势 烘托出来 第二个他为什么把台南当做一个 那个弊案区 然后第三个他为什么说台南是民进党执政的 重灾区 这些那你看 他的目的那是什么 就是希望在本命区里面 我把你连根拔起 那换那换句话说 他在台南这样 他在高雄这样 自然能够带动国民党的气势 你尤其高雄大概两个选区 可以拿到两两席 不可能再让高雄过去的八千过海 或者像台南的是什么六指成龙 就是六级立委权上 各位可以看 为什么侯友宜去南高 他的原因就是在于说 我只要职工你的本命区 你本命区不守 那你其他区域的话 一定会影响到整个选局的发展 我们再来看 为什么很少排行程的柯文哲 他要到台中跟彰化 因为过去他在台中彰化是非常受欢迎 12月17号 这一天柯文哲就要出现在台中 为蔡碧奴等 这些白银人士站台 但是蔡碧奴 柯文哲心里知道 如果没有国民党支持蔡碧奴根本 选不下去 因为他对的是蔡其昌 但是柯文哲也要这个舞台 毕竟过去他在中彰 他在中彰这几个区域里面 他的支持度算蛮高的 所以柯文哲也在直冲 中章 还有新竹县 我们现在看 这三位大位之争的候选人 现在纷纷转移阵地 就是离离开了自己的铁统区 本命区 到南贡 到北部 到中部去开拓票源 但是这种开拓票源的方式 能不能见成效 没有人知道 但至少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一次大选 你铁票区的票源 已经有所松动 国民党不敢说百分之百的掌握 你民进党对于南高 也不敢说我百分之百的 可以胜选 这些都是他们的铁票区 但是现在铁票区都已经松动 既然松动的话 那就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 松动的情况之下 你的得票率必然下降 你得票率必然下降 会影响大选 那第二个 既然影响大选的话 我要不要另辟战场 我把另外的票源区 再陆陆续续的开发出来 来争取我胜选的机会 第三个 既然是胜选的话 我过去所经营的铁统区 我就慢慢的放下 我就把所有的时间精力跟经费 我花在新开发的战场上面 看能不能够 还有下一次的机会 那第四个就是最为重要的 你到我家来 我到你家去 这个就是毛泽东兵法 你到我家来 我到你家去 敌皮我打 敌进我退 所以从这一些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分析选情 当然有几个重要的观念 你还要维持 像本命区 铁筒区 铁票区 等等那些 但是就一个选情的发展 你来讲的话 未来这三档的铁票区 会越来越少 就是说 选民会给你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只有一次 绝对没有第二次 既然铁票区松动的话 那各个大位参选人 就要开始经营地方 在经营地方的过程当中 你光靠空战 已经没有办法 全面性的涵盖 还有地面部队的陆站动员 柯文哲现在不利的地方 其实柯文哲 为什么刚刚开始身事不错 他的原因就是在于 他空战发挥的效益不错 但是他欠缺地面作战的支持 空军不能够占领 空军能够击败强敌 但是他不能占领一个地方的原因 也在此处 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出来 这一场2020的大选 极有可能会变更 台湾三党政治的政治版图